红薯含有丰富的淀粉、膳食纤维、胡萝卜素、维生素A、B、C、E以及甲铁铜、C、带等食与种微量元素和亚油酸等 营养价值很高,是营养最均衡的保健食品 红薯是很好的低脂肪、低热能食品 同时又能有效地阻止糖类变为脂肪 有利于减、肥、健美 红薯含有大量膳食行为 在肠道内无法被消化吸收 能刺激肠道、增强、蠕动、通便排毒 尤其对老年性便秘有较好的疗效 红薯缺少蛋白质和脂质 牛奶中含有丰富的蛋白质和脂肪成分 把牛奶和红薯搭配一起 食用 可以弥补其不足之处 新鲜上市的红薯水分特足 无论蒸煮 粉粉低 好喜欢 早餐我喜欢用红薯煮面条 有时换个花样 比如做点煎饼尝尝 准备好红薯鸡蛋、面粉、香葱、蹄子 红薯洗净、去皮、切细粒、香葱洗净、切细粒 鸡蛋煮熟 鸡蛋和蹄子用花刀分成两半备用 红薯粒倒入面粉中 加入盐、胡椒粉、适量的牛奶拌成西糊 小煎锅烧热 抹上一层油 倒入面糊 小火煎至面糊边缘凝固 撒上通力 继续煎至面糊全凝固 翻一面 煎至两面为黄 煎好的红薯饼 分割成小块 搭配鸡蛋、蹄子装盘食用 这是akukan画面糊 中文松面极